第32集 灭法国弄神劝君王 唐僧师徒四人顶着炎热一直往西走 一天他们正在赶路 在路旁柳烟中走出一个牵着小孩的老婆婆 对唐僧叫道 和尚快点往东走吧 往西逝条死路 原来前面是灭法国 国王许愿要杀一万名和尚 现在只差四个就够 唐僧问他能不能绕道走 不进城 老婆婆说不行 悟空是火眼金睛 他认出那是观音菩萨和善才童子 忙跪下 观音架着云便回原样 唐僧连忙跪下磕头 八戒和沙僧也连忙跪下 煞时降云飘渺观音架云回南海了 师徒四人商量让悟空先进城 找一条偏僻的道路 趁黑夜穿城而过 悟空驾着云来到灭法国上空 便成铺灯鹅沿街飞 他见王小二店里有几个商客 吃完饭脱了衣服摘下头巾 各自上床睡觉 心中就有了主意 悟空飞进屋里 把灯扑灭 使个法术拿着衣服头巾 驾云回到师父身边 于是师徒四人脱掉僧服 换上服装 戴上头巾 装扮成贩马的商人 往城中走去 悟空领着师父师弟 住进王小二店 斜对面的一家店里 店主赵寡妇 见是贩马的客商 忙叫人杀鸡宰鹅 做菜吃饭 悟空盲说 今天是我们的斋戒日 你明天再杀吧 先做些素食 价钱仍按这儿给你 该睡觉了 他们怕睡着后滚掉帽子 就问赵寡妇 要黑一点的屋子睡 赵寡妇的女儿 便让母亲 把一个宽四尺 长七尺 高三尺的大柜子 让给唐僧师徒睡 悟空看看柜子 很满意 叫店家把白马 也牵过来绑上 并把柜子锁上 四个人睡在柜中 你挨着我 我挤着你 直到半夜才睡着 可是悟空 怎么也睡不着 就故意 找八戒的麻烦 还说 这次贩马 一共赚了 一万五千两银子 谁知 刚巧这店里 有个烧火的帮工 和强盗串通 听了这话 忙去报信 一会儿 二十多个强盗 拿着棍棒 来到店里抢劫 他们在店里 找来找去 也没找到 饭马的人 建房中 有一个大柜子 柜脚上 拴着一匹白马 柜盖紧锁着 以为是金银财宝 用绳捆上 抬起就走 强盗们 杀了守城的士兵 逃出城 寻城总兵和兵马元帅 听到报告 就带着人马 出城捉贼 强盗们 见官军来势凶猛 不敢应战 放下柜子 丢了白马 各自逃命去 官军抬着柜子 牵着白马 回总兵府 准备天亮了 再报告皇上 悟空在柜中想 明天打开柜子 灭法国国王 见我们是和尚 还能活吗 就想出一个主意 把金箍棒 变成三尖头的钻 在柜子底 钻了个小洞 然后自己变成蚂蚁 从洞口爬出来 变回原形 夹着云 往皇宫去 这时皇宫里的人 都睡着了 悟空用个分身法 把左臂上的毫毛 都拔下来 变成小悟空 右臂上的毫毛 也都拔下来 变成瞌睡虫 分布在皇宫内院 五辅六部 让他们各个睡稳 又让小悟空 把所有人的头发 都剃光 悟空收回毫毛 驾着云 回到耸兵府 仍变成蚂蚁 钻到柜子里 第二天 皇宫里的宫女太监 起来梳洗 发现一个个 都没有头发 十分慌张 谁知三宫皇后 也没有了头发 王叫来国王 经见国王 也成了秃子 大家吓得魂不附提 国王传指 不准把内宫脱发的事 说出去 然后就上殿了 没想到 早朝上文武官员 纷纷起奏 昨天晚上脱发的事 君臣都眼泪汪汪的说 从此以后 再不敢杀和尚了 这时 巡城总兵报告 昨晚捉贼 并缴获一个脏柜的事 国王命令人把柜子抬到五缝楼前 下令打开柜子 柜盖刚打开 八戒忍不住跳出来 文武官员们吓了一跳 悟空慢慢的掺着师傅出来 沙僧也搬出行李 八戒看见巡城总兵 牵着白马叫道 马是我的 国王见识四个和尚 忙走下宝座 同文武官员一起拜见 并问来历 唐僧一一说明后 又讲了在贵中的经过 国王说 因为原来有个僧人诽谤过我 我就立下誓言 要杀一万名僧人 没想到 昨天晚上 自己也成了和尚 还请长老收我做徒弟吧 悟空笑着说 嘿嘿 我们不收你这个徒弟 你还是做你的皇帝吧 只要给我们换了官文 送我们出城 保证你的国家民富国强 国王听命照办 并请唐僧给他换个国名 唐僧就把灭法国 改为钦法国 国王大喜设宴 款待唐僧师徒 我们不想当日的关系 我们在这儿 我们下期的听疗 我们下期的听疗 我会的听疗 我们下期的听疗